神秘的八个小时 习近平的特写罕见的难缠 腿疾更严重 说话更慢 疯传彭丽媛中少军被赶出了军委考评会 李强发令 再见五座核电厂 沿海地区更危险 在8月19号的时候 习近平终于现身了 在北京 他会见了越共的总书记苏林 不过又发生了很多蹊跷的事件 首先是习近平在会见苏林的时候 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本是在8月19号的上午的11点多钟的时候举行的 不过在及时的中共官方媒体的一系列的报道当中 都只是出现了习近平远距离的画面和镜头 并没有个人的特写 随后就引发了中国海内外舆论的一片热议 为什么中共的官媒不在第一时间放出习近平的近距离的画面 而在两个小时以后 将近是到了下午的两点多钟 中共的官方媒体才零星的发布了数秒钟的习近平的特写的镜头 不过在这之间呢 包括了美联社还有越南的电子媒体 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习近平的近距离的照片 所以有分析人士就认为 这是国际媒体最终逼出了习近平的近距离的特写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中共的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 要盖住习近平的特写镜头不放出来呢 而更为诡异的是中共的官方媒体一系列的大篇幅的特写镜头的报道 居然延续到了8月19号晚上的6点多钟才播放出来 而这个时候已经距离习近平会见苏林的时间将近有8个小时了 那在这8个小时当中 中共的官方媒体还有中共的宣传机构 到底对习近平的镜头做了哪些特殊的处理呢 这来自综合媒体的报道说 中共的党魁习近平神隐21天之后 在8月19号的上午在北京与越共的总书记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进行了会面 并且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 根据中共的外交部的消息显示 苏林此行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于8月18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本月初苏林就任越共总书记之后 首个出访的国家 而根据中共的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说 8月18号苏林抵达广州参观 19号的上午习近平在北京为苏林举行了欢迎仪式 随后双方举行了会谈 两个人并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 这是自7月29号习近平会见东帝问的总统 以及意大利的总理之后 时隔三个星期首度显身 外界普遍的关注到在中共的官媒央视新闻独家直播当中 习近平在当天上午为苏林举行的欢迎仪式上 全程都采用了远镜头来拍摄 而中国的前媒体人高瑜在社交媒体平台X当中就贴文表示 央视在12点07分的时候播出了习近平同苏林会谈的独家视频 全长是3分35秒 没有近镜头 习近平的声音比较以往要低沉缓慢 而凤凰卫视在两个小时前在脸书当中播放了央视的视频 习近平为苏林举行欢迎仪式全部都是远镜头 人小的拿放大镜头看不清 而央视一镜到底的报道十分的少见 竟然没有个人的特写镜头 而台湾媒体联合新闻网也报道表示 央视的新闻当中在之后的相关新闻当中 包括了习近平与苏林的会谈 还有习近平与苏林出席签字仪式的新闻画面 也都是没有习近平的空镜头或者是示意的画面 因此在8月19号上午所有中共官方的新闻报道当中 都没有习近平的近身的画面 不过自由亚洲电台转发了美联社 有关于习近平的近距离的画面视频 从视频当中可见 习近平走路时腿不吃力的状态显而易见 似乎比上一次出访巴黎的时候的情形 要显得又僵硬了一些 自中共的三中全会期间 传出与习近平有关的各种传闻 虽然后来习近平去往了越南驻中国大使馆 吊咽去世的阮富重 此后又会见了到访的东地问的总统 还有意大利的总理 但是并没有减少访间传闻的热度 有观察认为 央视这一次全程远距离镜头的做法 或对当前的传闻之火又浇了一条油 而时事评论人士蔡胜坤 在X平台当中就发文表示 习近平终于被谣言逼了出来 看看中共的官方媒体 有没有更多的特写镜头 只是不明白 新华社为什么压着照片不发 偏偏要等到海外来发照片 另外来自台湾媒体中央视的报道说 21天没有公开露面传言不断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8月19号的上午在北京 以军礼欢迎越共的总书记苏林备受瞩目 但是中共的官媒新华社央视 直到8月19号的傍晚近6点钟的时候 才发布了他的近距离的影像 期间一度引发了议论 在话题当中 习近平的气色大致如常 但是白病稍微多了一些步伐 则略显拖沓 以往如果有重要的外兵到访中国 且由习近平出席军礼欢迎仪式或者是会谈 以及习近平前往外国出席重要的仪式 或者是接受军礼欢迎仪式 中共的官媒央视都会在短时间之内播出快报 且都有习近平的近距离的特写 但是在8月19号的时候 央视的快报以及当天下午3点之前的各节新闻当中 却一反常态的只播出了习近平远距离的画面 直到下午的3点钟过后 央视播出的习近平与苏林的会谈画面当中 终于播出了两个人各数秒钟的特写 算是央视在这场会见当中 首度的播出习近平近距离的特写 除了央视之外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些中共的官媒 在8月19号的白天 也没有立即的发布习近平欢迎苏林的照片 这样的操作除了各大社群平台 特别是X平台当中议论纷纷 连部分中国国内的民众也有所议论 在中国媒体在8月19号的白天 仅播出了习近平远距离的画面之下 随行的越南电子媒体 则快速地播出了习近平近距离的镜头 立即吸引了各界的注意 一度成为了外界一窥习近平状态的唯一窗口 而诸如路透社等些国际媒体也发布了两个人近距离的照片 而直到8月19号的傍晚将近6点钟 中共的官媒新华社才一举发布了9张 习近平以军理欢迎苏林 以及双方举行会谈的相关的照片 内涵远距离场景以及近距离的特写 之后主被中国各大媒体以及网络平台陆续的采用 而中共的官媒央视新闻也终于在晚上的6点钟的时候 播出了习近平与苏林的相关近距离的特写的画面 并且在随后的新闻联播当中以头条大篇幅的报道 但是距离新闻发生已经过去了8个小时 综合越南通讯社以及中国官媒央视的画面 苏林夫妇的坐车驶入北京人民大会堂前 两个人下车与习近平彭丽媛夫妇握手致意 习近平苏林两个人并且向对方的陪同官员来握手 都能够近距离的看到习近平的神态 从画面当中习近平除了左侧的白柄稍多之外 气色与往常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随后习近平苏林一同走上了官礼台阶聆听两国的国歌 并且在演奏完毕之后 一同步行检阅了解放军的仪仗队 这时部分人士认为习近平气色上虽然与以往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是步伐略显有些拖沓 不过也有人指出习近平近年以来走路 一直就显得有些略显拖沓 今天的状态也大致符合 而中共的官媒中共的央视以及新华网 在8月19号的上午11点43分的时候发布的影片 只有习近平的身影还有远镜头的画面 到了8月19号的下午2点的时候 才发布了习近平的近镜头 在第一轮及时的新闻影片当中 中月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的时候 在10分钟的画面当中 只有固定的远镜头的画面 配上习近平讲话的声音 在画面当中 清楚的看到有摄像机对着习近平的正面在拍 但是这部摄像机的画面 却没有出现在中共官方及时的新闻画面当中 直到下午的1点过后 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华春莹 才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当中 上载了几张习近平全身的照片 而越南国家通讯社也陆续的发放了 欢迎活动当中 稍微近一些的镜头的照片 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 引起了海外社交媒体的热议 不少人认为 央视这种处理的手法极其的不寻常 党媒像是在掩饰某些秘密 而在XVN当中 有人就表示 这被证实了习近平欢迎苏林的仪式 肯定是替身干的 不然不会搞这种距离200米以上的远程拍摄 形同两只蚂蚁在新闻史上闻所未闻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长文通稿 习近平在与苏林的会谈当中 双方签署了包含互联互通 工商海关检验检疫等合作的文件 双方并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而根据中国外交部在8月19号的下午4点钟 发布的长文通稿 说习近平再一次祝贺苏林当选了越共的总书记 而习近平在谈及双方关系时指出 共同的理想信念是中越两党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凝聚成中越情义深 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 习近平还说 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执政的共产党 中越两党要秉承友好初心 更续传统友谊牢记共同使命 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深化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共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而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冯崇义 则分析表示 苏林把中国作为了首选的出访国 凸显出他本身属于越共的保守派 因为越中现在都是共产主义政权 即使在经济利益和民族利益上 两国冲突很大 但是他还是要跟中共来结盟 不过冯崇义认为 越共和中共之间的往来 其实也是同床一梦 他说中共政权也好 越共政权也好 都早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 他们维持着专制政权 都依靠民族主义 中共要打民族主义牌 需要在台海在南海来扩张 越共要打民族主义牌 就需要争取在南海的主权 所以双方在这里的撞击很厉害 有关于中共高层以及权贵的隐秘传闻 是不时的传出来 关于习近平自三中全会之后 一系列的传闻 在8月19号的时候 算是有了一个新的呈现和发展 但是有关于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 又有了新的传言出来 最近中国互联网当中就疯传 说在三中全会 尤其是北戴河期间 习近平遭到了红二代 以及元老们的围攻 尤其在解放军的军中 他的权威大大受损 于是就传言说彭丽媛 现在已经被中共军委的考评会 给踢出去了 这是来自台湾媒体报道 说中国的北戴河会议 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 但是包括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内的许多高层 在之后仍然神隐了多日 直到8月19号的时候 习近平才现身 会见了越共的总书记苏林 而许多的网友 也对北戴河会议期间 究竟发生了哪些事 感到十分的好奇 近期中国墙内不断的流传出了 习近平的权势 遭到挑战的消息 而同时也有一份 北戴河8条共识的文件 在互联网当中传播 每一条都隐隐地指向习近平 虽然以上的消息 都未经相关单位的证实 但是仍然吸引了 许多网友的争相讨论 由于这份北戴河8条共识的内容 过于惊人 完全改变了习近平的执政方向 许多中国专家认为 可信度不是很高 不过这项传闻也透露出了 中国百姓对北京政局发展 所期待的方向 另外在X平台当中 有信息就指出 近期中国网络当中流传着 习近平的配偶彭丽媛 被赶出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 而现任的中共军委办公厅的主任 兼中共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 钟绍军的办公室 遭到撤销的消息 不过这项传闻同样的 也没有获得任何的证实 另外该推文还表示这些消息很可能意味着 习近平在解放军当中的权威 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且军队内部的高层不满的情绪 也正在逐渐的爆发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今天在开会的时候发令说 中国要加快建设核电厂的步伐 并且下令批准要新建五个核电厂 而且这些核电厂呢 主要都是聚集在中国的沿海地区 看来中国沿海地区的这种核泄漏的安全风险 是越来越高了 这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8月19号的时候 主持召开了中国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确定核准江苏徐宇一期工程等 五个核电厂的兴建案 中国媒体报道认为 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的核电建设正在加速 中共的官媒央视新闻报道说 李强在8月19号的时候 最后主持召开了中国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除了核准江苏徐宇一期工程等 五个核电厂的兴建之外 并且研究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 同时会议还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高水平开放 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4年版 还有法规法章备案审查条例草案 以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等些文件 该会议还强调说 安全是核电发展的生命线 要不断提高核电安全技术水平 和风险防范的能力 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 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而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就报道说 多名匿名的中国核电界的人士就表示 未来几年将是核电 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 清洁稳定的能源特性 将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当中 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报道并且提及种种迹象显示 中国的核电建设正在加速 日前中共中央印发的 关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 及提到 加快沿海核电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这是自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之后 中国首次在官方的文件当中 明确的使用加快二字 来阐述核电建设的步伐 数据显示 2022年2023年连续两年 中国每年核准装设的核电机组 数量均达到了10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